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这样的利总猫带来看另外一个故事 来看90年代中期后呢 《球妖剧》当时风靡了八点档 像是庭院生生还珠格格 饰演的男女主角都红了 而这个指导的女导演刘莉莉 她在现实生活当中是第三者 长达45年 而她和学长也是导演的 这个董金胡的恋情 被袁佩知道之后 袁佩是没有针锋吃醋 还跟刘莉莉成为了好朋友 还把她接回家同住 我有一颗红豆 带着相似几刀 从一颗红豆到英语朦朦 风靡全台的琼瑶戏剧电视剧 全都出自导演刘莉莉的手 第一次偶然相逢 眼真萌萌 雨真萌萌 她很懂琼瑶的戏 然后只要琼瑶的东西 她完全可以拍到 让琼瑶觉得说 哇 对 这就是我要表达的氛围 林青霞琴和郑少丘刘文正 都曾和刘莉莉一起共识过 不管是坎坷多喘的苦恋 还是不被祝福的爱情 刘莉莉总是可以完美地 诠释雄妖笔下的那段 缠绵的悲策 只是谁也没想到 这位雄妖教母私下的感情生活 竟然比雄妖的戏还雄妖 我是你 天生劫可能再去 听那么不全的一句清听 不少回往事遗憾追忆 殿房里唱起了庭院声声的主题曲 殿床上的女主角就是刘莉莉 这天是她期待了45年的婚礼 你愿不愿意嫁给董金胡先生 发眼睛 我 这还不怕董金胡 口到哪里要去看剃头了 她一直眨眼 你看 她一直眨眼 我妈妈妈就眨眼 愿意 好 新郎董金胡是刘莉莉 正在学校的学长 也是过去她工作上的好搭档 赶快 吃一个 我是很有名字字片 你在笑 你在笑 因为罹患了罕见疾病 小脑萎缩症 刘莉莉失去行为能力 卧病在床 她卷着眨眨眼 表达她的喜悦 而第一个献上祝福的 竟然是董金胡的原配太太 王梅 主导 恭喜 恭喜 什么样的爱情 可以让原配太太 甘愿和先生离婚 只为了成全 还亲自祝福 又是怎样的故事 能够让三个人 在同个屋檐下 共同生活半个世纪 时光流互逐 春去已无踪 朝来又朝往 聚散哭匆匆 她小的时候呢 是在正正学校念书的 那因为刘莉莉小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长得其实就还蛮漂亮的 所以那时候 大家都说她是校花 一人写一封信 大家开始去追她 开始能把这个刘老远追上 我们后来就写信 当然了 不可能有回应吧 没消息 念书的时候没交集 但缘分的红线 却在毕业之后 悄悄把两个人拉在一起 等到进了电影圈之后呢 那时候碰到了 当时所谓的制片董金虎 那董金虎呢 对刘莉莉非常的欣赏 然后就追求她 那我们又是同学 又是在一个队 又一起拍电影 就这样在一起了 只是这时候 董金虎已经始终又破了 一件中心 就是审美里面最高的层次 叫做一件中心 因为她没有逻辑 她没有理由 她很荒诞 在这过程当中 这个刘莉莉 三番两次要离开董金虎 因为她觉得说 你已经有老婆了 我今天还是小孤独处 那我这样接受你 我也不想成为人家小三 其实她跑掉过好多次 可是呢 董金虎就把她找回来 因为董金虎觉得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真的很爱你 我要跟你在一起 一开始说好 分两边 董金虎轮流照顾 就是有哪个女人 会愿意跟别人分享爱 那有一次那时候 董金虎呢 今天她就应该回到 王梅那边去 但是呢 她在琉莉莉那边讲话 讲讲之后要走 琉莉莉就突然 情绪上来 就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抱你 我就是今天 我就是故意 不让你回到王梅那边去 冲到厨房那边去 一把菜刀拿出来 就往自己手里一砍 哇 整个血流如素雪 喷出来这样 那董金虎立刻看到 哇 不行 赶快把她带到医院里面去 急诊 然后去缝这样子 可是缝完弄完的时候 董金虎还是回到她家里去 争吵不休的三人行 因为一个意外改变一切 我的小孩子生病了 我的公公婆婆就打电话 找我们两个都找不到 找到了刘姐 刘姐为了这个小孩子 抱到医院去 三天不眠不休的照顾她 那个时候都是军人 钱也很少 她把她送到儿童医院 那刘姐盪了她自己的电锅 盪了她的电扇 为了这个孩子 当我知道了这个 我心里的一份感激 但是我也知道了 他们这一段感情 我书念的不多 但是我有一个感恩的心 所以刘姐是我接到家里来的 把董金虎跟王梅的孩子 誓如己出 刘莉莉的举动 不止感动了王梅 也换来她对这段婚外情的包容 有时候我出去看她喜欢吃的什么菜 我想她今天她吃的什么菜 我就会买回来给她 做给她吃 我们就互动就像姐妹一样 她赚钱回来 全部交给她 她来处理家务 扛家使她来煮饭 因为有没有名没有份 什么都没有 你人也老了 你怎么办 你知道她怎么回答我 两个字 愿命 每当夜雨梦梦的时候 若必处理 莫然回首 王梅从来没有任何的愿意 一直到流离后来 因为就是 小脑萎缩 然后住在医院的时候 王梅每天风雨无阻 到医院里面去 给这个刘莉莉照顾她 然后给她做吃的喝的 这样子伺候她照顾她 老太太 哈喽 我就会这样摸摸她 然后我叫她说 哎呀老太太 我来喽 就是这样子 才老太太 她在家里 她都叫我老太婆 我都叫她老太太 真的 六年前 刘莉莉开始得路不稳 容易跌倒 就在检查之后发现 她磷患了寒险的小脑萎缩症 而且已经是第三期 病情快速二化 知道肺部发炎感冒了 肺部发炎感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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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xed 现在比 discovered 这一些心情 使他们说 那我笑话病 那我这个病是治不好的 所以我们还能做什么 甚至你要讲现实一点 万一要罪过后出 我们都能 überzeugwind 你願不願意嫁給董金虎先生 發言之一 我 董金虎 哦 願意 好 兒子 兒子 如果大家要講道德層面 或者是說針對什麼 什麼三人級這種事情 我們絕對沒有什麼 去鼓勵人家的事情 這些人都已經70多歲了 病得病 老得老 這跟這個道德已經無關了嘛 你如果要去用這種什麼 第三者什麼這種去批評他 希望外界不要用道德的框架 看待這段感情 就像給好媽努力立一個完整的家 而濃厚的親情 其實他們算就是一家人了 四季夜相聪 Zither Harp 我有一颗红灯 带着相思记得 愿不万方黄翠去 把醉给黑衣人心头 我有一颗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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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水中解冰 心水满 哎,高涵 哎,记得 不要忘了吃药 高涵,是你啊 你当了医生了 哦 实习医生 你来医院做什么 检查身体 已经检查完了 哦 我以为你还在美国呢 是的 才回来一个礼拜 洪志回来开医学会议 我好几年没有回家了 也跟着回来看看 高涵 你好吗 不好 我不好 潘云 我们找个地方谈谈好吗 不 洪志五点半来接我 哎 现在离五点半还有半个小时 难道为了老朋友 还另一侧半个小时 我已经听倩云说了 你居然没有跟可慧结婚 真遗憾 你们是很好的一队 我弄不懂 他怎么还是嫁给了徐大为 你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 可慧没有给你再写信 他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信 我刚去美国的时候 还给他写了一封信 他也没回 我们还是闹翻了 潘云 我们都中了他的记忆 他从来没有失去过记忆 也从没有忘记撒哈拉那一幕 他对我们演了一场戏 为的是报复 这简直不可思议 难道这么多年 你都没有找到你的幸福 你呢 你找到了吗 可能是 这几年 我过得很平淡 很平凡 很平静 三个瓶子加起来的幸福 难道在你的幸福中 还没有抛弃对失神人面 自从你给我戴上的那一天 这世神人面 就没有离开过我的脖子 你知道你这几句话 对我的意义吗 我该走了 等一等 再给我五分钟 我们每次都好像没有什么时间 如果命中注定 我们只有那么短促的一刹那 为什么要留下那么长久的痛苦和怀念 命运对我们太可了 但是潘云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从来没有好好掌握过自己的命运 尤其是你 你总是把命运交给别人 而不交给自己 不要煽动 我不是煽动 五分钟太短了 我不可能利用五分钟的时间再来追求你 我只想告诉你几句话 从我们认识到今天 到未来 你是别人的寡妇也好 别人的小婶婶也好 别人的妻子也好 别人的母亲也好 我总会等在这儿 如果你狠心已走 我没有办法拴住你 只要你回头望一望 我一直会等在这儿 高海 你知道 我不是小女孩的 我要对别人负责任 你一直在对别人负责任 除了我 不要这么说 你很独立 很坚强 我不需要你对我负责任 但是 你要对你自己负责任 不是对任何一张契约负责 而是对你自己的感情负责 你怎么能欺骗他 欺骗谁 你怎么能躺在一个男人的身边 想着另外一个男人 不要说你没有 我 我走了 等一等 再定一个时间 我们见面 我的话还没说完 没有时间了高海 我们一早上九点的班机飞美国 认命吧 人生有许多事情 都是无可奈何的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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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 misin 走吧 也曾梳窗前的雨滴 也曾梳梳门前的雨滴 梳不清是爱底而轨迹 举眼影影三叶影影 也曾听海浪的呼吸 也曾听如卷的倾听 听不清是爱底的雨 花也一叶影梦也一叶影 也曾闻流水的消息 也曾闻白云的去处 闻不清是爱底而轨述 渐年一叶影变一叶 聚散了一叶影影又一叶影 过去亦过去未来可情 别把心中门而尽 尽管你 且开怀幻想默默遮疑 你 高涵 你们在做什么 高望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你问我做什么吗 让我告诉你 我们埃及人已经解散好多年了 因为许多年以前 高涵为了一段感情 把自己给活埋了 昨天晚上我才知道高涵的故事 连夜之间 我重新召集了埃及人 我想制造一次奇迹 把活埋的高涵给救出来 埃及人 是最会制造奇迹 所以他们能在沙漠上建立金字塔 放在沙漠上建立金字塔 这么说 原来是你 潘芸 走 倩云 忽然忽然迷失自己 不要让我那么喜欢 担心你会忽然消失 快告诉我我该怎样 才能将爱情从你面上落去 为什么不回头 瞻眼一笑 让那放那统统流掉 为什么不听错 你的脚步 让我的歌把你留住 让你面向着 帅云 我很想带你去美国 可是我不愿意我的下半辈子 跟一个恍恍惚惚的人生活在一起 你一直是一个活在神话里的人 只能和相信奇迹的人在一起 我早说过 我们之间没有奇迹 我也不想把你活满 你懂吗 洪志 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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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莫失忆